我们在谈极端气候对全球粮食的影响来看一个非常特别的画面 这个画面是出现在8月19号 在19号的时候美国的Michigan湖的湖面上出现了多条龙卷风的奇观 这个场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捕捉 在画面中湖面上空的乌云伸出数条大小不一的风柱 从天际垂到湖面将湖水吸起 形成了一个龙卷风吸水的景象 场面令人非常惊讶 根据各方的报道 这种称谓叫龙吸水是水上龙卷风的一个别名 美国是龙卷风在全球特别多的国家 但是出现这个水上龙卷风而且被拍摄到并不多见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特别要预告的是 明天的文献世界财经周报 其实整体的希腊的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它可能就出现在9月 我们现在是倒数计时的情况 明天文献世界财经周报 将为大家特别的报道欧债危机 尤其在欧债危机到处计时的时候 我们将引用全球最大的债群公司的执行长 叶尔艾朗 还有末日博士麦佳华的谈话 他的谈话是全球陷入衰退的几率是100% 明天见 拜拜 给他拿钱 舔尔艾术 他在下车说 感谢观看